防護衣就像防護人員的戰袍一樣 在防護需求大增的時候 防護衣的使用數量也越來越多 不過它限於一次性的使用 使用過後要處理非常的困難 因此現在台灣有業者推出了 可以重複使用的防護衣 卷筒布料在不同機台切割 透過雷射定位 才切除版型 人工車縫後 防護衣幾乎完工八成 過去主要以外銷占了七八成 並且提供多家上市公司 不過5月開始本土疫情升溫 銷售通路轉向內銷 台灣是有點出乎我們的意料就對了 今年大概是前還不到一個月吧 我們的庫存就主要都是被拉到國內的市場 採用特殊纖維布料 出廠前得經過層層考驗 第一關 高壓水柱衝擊 模擬血液飛沫無法穿透 是測試這個布料的耐水壓特性 然後利用這個機器在布面上出現三顆水滴石的這個時間點 然後判定它的水壓值 然後建議判斷說 這個布料對於一些體液的阻擋啊 或是一些液體的阻隔效果好不好 第二關 潑水測試 確保阻擋髒污 細菌和粉塵 完全無法滲透防護才有效 近一個月來 業者訂單分配 下單到取貨至少三個星期 還好有物料充足 海外工廠也全力衝刺 而賣得夯的還有獨家專利 奈米細銀抗病毒噴霧 這波疫情下 業者捐贈自家產品 讓醫護人員無後顧之憂 因為本來我們就跟醫院 還有政府機構有往來 我們把資料撲出去 大部分的醫師工會 像台北市醫師工會 一些工會或者一些機構 尤其是我們捐贈的對象 是給教育 還有文化的機構 他們有需要我們就可以記出去 牽起防疫陣線的 還有大愛感恩科技公司 用環保材質打造防護衣 你的話因為是親膚 所以要舒適 所以這個我們會使用 尼龍的材質 同樣捐贈防疫物資 給有需要的單位 善盡社會責任 防疫訂單一律優先 提供前線安全的防護火器 完備防護能量 共聚善的力量 我會不會 確認 淨 風 海 嚨 海 ?